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鈺 上一集我們說到從白石池出發 經過萬里池 最後抵達突入池營地露營 這一集我們將介紹人高第六天行程 解說第六天行程我們從突入池營地出發 抵達三叉路 重裝放置三叉路 輕裝來回前往安東君山 來回時間約2到3小時 從三叉營地出發開始抖下 沿途經過第一與第二獵營營地 最後抵達第六天露營地點 萬大南溪第一會合點 第六天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第二獵營到第一會合點 地形崎嶇破碎大部分為危險邊坡 行走時要小心墜落 那我們就開始高安東君第六天的行程 大家早安現在時間大概是6點分 那我們預計7點從吞路池出發 然後今天會走安東君山 安東君山我們重重會放在三叉路 在輕裝來回安東君再下山 今天如果到第二獵營地太早的話 往河流營地奧萬大會流出紮影 這樣 吞路池日出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TUNUMAX 有一點霧營啊 TUNUMAX 霧營齁 待會路要從這邊走 這裡就是TUNUMAX的營地啊 哇 哇塞,看到陳醫師 哇,感覺一年媽咪媽咪的感覺啊 我們抵達能告安東軍山岔路 那個水池喔 好,我們抵達安東軍山岔路 我們要縱莊放在山岔營地 來,我們全部包包集中在這邊 真的很新的青莊 好,前面就是安東軍山了 好久不見了 最後登頂了,要上去了 我們抵達安東軍山 海拔三千零六十八 安東軍山岔路 現在往第二列寮方向 往這邊下來喔 撥一下建築喔 反正都有落差之類的喔 看一下 我們現在抵達第一列寮營地 這是第一列寮營地喔 只是排 在2.1K的地方就是第二列寮 有一點水啊 好 哇 哇 好 好,這裡是第二列寮營地 從第二列寮營地到河六營地 路況大部分是邊坡且破碎 行走時需要注意安全 前後保持距離以防碰撞 在製作此影片時 新聞報導此處有人墜落 在此呼籲行走此路段山遊 小心安全 好 我們快要抵達河流營地 休息囉 抵達萬大南溪第一會合營地 人高第六天行程結束了 第六天我們行走了約12個小時 從第二列寮營地到河流營地 將近花了廢了五到六個小時 夥伴到河流營地也差不多 筋疲力盡了 在河流營地沒有拍攝太多的畫面 早早就休息了 那我們人高最後一集見面吧 掰掰